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9月9日 今天是星期五 我們這節要跟大家說一節就是國情新聞 下一節要討論的 是 有沒有機會 改變這個所謂 現在中共的習近平路線 這個就是 前中國共產黨黨校的教授 叫做 就是蔡霞 蔡霞 發表就是一篇 萬幾字的文章 去揭露 習近平的弱點 他的標題就是 習近平的弱點 狂妄和編執 如何威脅中國的未來 當然很多人就會說 我也不關心中國的未來 不過我依然接受蓬佩奧的說法 中國大陸的人民 除了明顯地 幫助中共做幫兇的人之外 基本上 中國內地的人民 應該跟中國共產黨政權是分開的 另一方面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始終 你要這個政權瓦解 到最後 也是需要中國人民 最好他們建立 會維持這個 民主自由的民主政府 這個是最好的 中國大陸的未來就是被中國共產黨奪去了 大家不要忘記 原本這個地方 是有憲法 是有民主政制 這個就是中華民國 當時 1946年的時候 其實 那個 中華民國是搞過一次制憲議會 而相關制出來的那個 中華民國憲法 台灣今天也在繼續用 這個地方 這個叫做中華地區的地方 難以描述 這個地區本身的人民 就是應該擁有民主政府 民主自由 但是 中國共產黨到了 所有東西 徹底失去 所以 到最後 你要瓦解的始終還是中共政權 現在的國際大勢 還有香港的大勢 中國大陸的大勢 你不可能不理會中國大陸 未來 無論你關心也好 他沒有可能 在他沒有變化的狀態之下 你會發生更大的 變化 所以 兩件事 近乎是捆綁了 當然啦 蔡霞也不是說 就是 推倒中共之後的中國的未來 如果沒有了習近平 中國大陸的未來會不會改變 不過不要緊 一樣可以一起研究 這節我們在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大家記得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繼續打開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大法 經濟能力許可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美國最新 出了一期 叫做Foreign Affairs 的刊文 外交事務 中共前黨校 教授 蔡霞 寫了一篇長文 長達一萬四千字 描述 習近平的弱點 裏面 詳細 去說就是習近平的崛起 習近平的崛起 也需要 靠他的父親 中國共產黨 要獲得權力 最根本的辦法 還是需要依靠所謂的人物 所以 中國共產黨 與其說他是政黨 與其說他是皇帝 你不如說他 就像是黑社會或是黑手黨 他靠的是 背後的人物 能不能夠 成為組織的領袖 裏面也說到就是習近平為了繼續鞏固自己的權力 繼續 用高壓的手段 不斷消耗 過去 那幾十年就是政治改革的成果 現在坊間普遍預測覺得習近平很可能能夠做第三個任期 但是他也預測就是假如習近平繼續做下去 中國大陸 內地 那個不滿的情緒只會繼續累積下去 而且 他為了要擺平這一種 內部矛盾的情緒 他只能夠 掃之於對外的戰爭 所以假如習近平真的做這個第三任 這個 地緣政治風險正在增加 換句話說 他最有機會 動武攻擊的地方正正就是台灣 所以題外說台灣必定要做好防衛的 這個不是你挑不挑釁他的問題 他攻擊你 就是因為他的內部矛盾 歷來 獨裁政權也是這樣的特色 所以 你不挑釁他不代表他不攻擊你 不要有這些不切實際幻想 文章裏面也有討論 引用內部人士的消息 以及爆料 他說中共 現在有很多就是內部的所謂精英 例如可能就是國務院精英 上海幫 團派等等 很多人 對於 習近平 打破了中共那個 傳統的權力分配辦法 相當之不滿 基本上他把所有的潛規則 全部破壞了 而他自己 也沒有那麼高的威望 使得其他人 臣服於他 基本上他只是靠公權力 令別人 向他屈服 習近平做的 基本上等於 一手更改共產黨裏面的規則 而他在共產黨裏面 又沒有那麼大的威望 這個就是個問題 到最後 當然你也可以說是權力鬥爭 但是你用權力鬥爭四個字 很難描述他現在的情況 雖然 中國共產黨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制 雖然是獨裁政府 但是他也是有一種政制在 好像黑社會 黑社會不是民選 但是他自己 有自己的組織制度 現在在說的 就是習近平自己破壞 自己的組織制度 而他 又沒有能力 擺平所有其他組織 反對他的人的力量 他的威望也不夠 再加上他非常之魯莽的政策 這個所謂清零政策 絕對 就是不單止在危害他自己權力 坐的位置 實際上 亦都在威脅中國共產黨對於 這個國家的管治 又或者應該是統治 根據文章分析 他認為習近平面對的 就是來自 左 中 右 三個所謂路線 來自三個派別 對他的反對聲音 只是有憎無減 所謂的左派 支持那些所謂 左傾的政策 雖然支持他一些政策 但是 習近平在執行政策上的能力 就是遠遠 順於以往的領導人 換句話說 他想推 一些極左的政策 但是他又沒有這樣的執行能力 也沒有這樣的魄力 所以 亦都使得 那些 支持 極左政策的人 對他的幻想破滅 中間派希望他 搞經濟改革 但是 習近平就是經濟開倒車 所以中間派又不能夠包容習近平 右派不用說了 最想做生意 最想賺錢的人 更加是所有的 中國大陸利益 幾乎被習近平 徹底消滅 所以 內地 是沒有可能得到民眾支持 內地所有派系的人對他都不支持 民眾更不用說了 民眾苦不堪言 還在做核酸 還要被封城 被封控 所以 才出現了 英女王逝世居然有內地網民 留言說該死的就不死 所以說的是誰呢 其實 是非常之顯而易見 根據蔡霞的分析 他認為 他很有可能通過這些所謂防疫措施 威嚇手段 使得黨內 反對他的力量被迫 鎮壓下來 然後 成功換取 第三個任期 這個第三個換回來的任期 將會 消滅了 鄧小平做的政治改革 的意義將會被他徹底消滅 根據蔡霞的推測 他認為 如果習近平所謂成功連任之後 他的野心 將會去到 野心爆棚 會去到一個新的高點 然後他會發現 中國大陸 經濟 無法被震興 到最後他只會 推行更加嚴厲的中央集權 經濟政策 令到中國大陸越來越似北韓 他也 很可能 就是會加速 南海 爭議地區軍事化 也會嘗試動武對付台灣 所以 假如習近平真的在接下來的二十大 成功爭取第三任連任 這個 會令到地緣局勢 變得更加危險 蔡霞也引述內部消息爆料 習近平根本正在改變整個政治局委員的運作 本來 整個政治局委員的常委之間 就是有平等的地位 但是 習近平嘗試把整個政治局的格局改變 他自己就想做皇帝 其他那些常委 就是全部是他的大臣 習近平還要 是一個專管微細事項的人 換句話說 他 就是會將 每一項很細微的事管得非常嚴格 要地方官員 執行他的指示要一字不測 這件事跟過去的所謂領導人 完全不相同 尤其是江澤民 胡錦濤 結果的做法是甚麼呢 就是有很多人嘗試去 修正習近平 所下達的命令 例如定下規則 又或者 修補他的所謂政策的時候 習近平就很容易會大發雷霆 然後就說 這些人修改他的命令就是妄議中央 甚至乎 要將那些黨員 開除出黨 結果是甚麼呢 就是習近平根本所有的意見都不聽 人家其實是在給他意見 他只是繼續堅持自己 自己的認知 但是他對很多事物的了解 是不是真的那麼通透呢 當然不是 所以所有人給他 適當的意見 他全部不聽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的所謂親信 根本不能夠給他有用的意見 再加上他推行一系列的所謂政策 全部 都是指揮失當 令到 原本有一部分支持習近平的人 就是大失所望 蔡霞也指出 整件事 最高峰的事件 當然就是這個所謂清零政策 現在 就是要嚴格執行 所謂清零 當時上海疫情爆發 當時 上海的官員就是因為 嘗試放鬆習近平下達的命令 令到習近平 大發雷霆 然後 要徹底堅持執行 口中的清零政策 結果導致 整個上海被徹底封鎖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就是你要改變習近平的所謂路線 其實 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要 習近平徹底下台 假如 習近平繼續留在這個所謂權力核心裏面 基本上 他現在的路線不用指望有機會改變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揭露到這裏